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8月3日 我是王秉庆牧师 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神的话这样说 这样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仍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是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 就不再死 死也不能做他的主了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 他活是向神活着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这是神的话 阿们 我想很多人都听过君士坦丁大帝 那么君士坦丁大帝是第一个信主的罗马皇帝 这已经是第四世纪初的事情了 那么从他以后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不但成为合法的宗教 君士坦丁大帝还鼓励他的人民信基督教 最后使基督教在君士坦丁之后 几十年内成为罗马帝国的国家宗教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君士坦丁大帝一直到死之前他才受洗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人相信 洗礼可以洗去所有受洗之前的罪 那么受洗之后所犯的罪 那就很麻烦了 这也是为什么君士坦丁大帝信主之后 延迟了二十几年 一直到他临终之前 他才接受洗礼 那么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清楚知道 这是对洗礼的一个误解 以为说洗礼主要只是为了赦免罪 所以才会有延迟受洗 直到临终前才一次洗清的做法 那么洗礼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第四节说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就是耶稣基督一同埋葬 原来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神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一生才接受一次的洗礼 原来主要不是为了赦罪 因为论到赦罪 这就不是一生一次的事情 而是我们常常要做的事 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 就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但是洗礼对我们个人来说 主要的意义还在于 出死入生 怎么说接受洗礼 我们就是出死了呢 第六节跟第七节 将告诉我们说 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所以洗礼的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已经死了 对罪的诠释死了 这里有两个意义 首先 因着洗礼 我们的生命在罪的诠释之下的结局 提前来到 罪的结局就是死 第六节说 洗礼就是我们 罪生灭绝 就是罪已经在我们的生命 得到了他应得的 但是随着我们对罪死了 我们的罪生灭绝了 罪的权势既然已经得到了 他能够得的 罪的权势也不能够再向我们索要什么了 其次 因着我们已经死了 罪的权势从我们身上松手 我们从死里被释放出来 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 我们就有了自由 不再对罪只能说是 或只会说是 我们在影片里面 常常会看到这样子说 有人他犯了罪 浮满刑期 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 常常就会有人 勉励那一个人说 哎呀 你要好好重新做人 或者是那人也会很强烈 而且期待社会再给他一次的机会 怎么说洗礼是入生呢 第五节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所以洗礼就是我们复活了 耶稣基督因父神的荣耀 借着圣灵的能力从死里复活 我们因着洗礼与基督联合 照样我们也告别死亡的权势 从死里复活 但是就像一个婴孩呱呱落地 故事不是就在这个地方结束 这个婴孩还有一生要过 故事才正要开始 当我们因着洗礼出死入生 我们不是说太棒了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而是我们的生命的故事才要开始 第十节这样说 他就是耶稣 耶稣死了向罪死了 只有一次 他就是耶稣 活着是向神活着 也就是说耶稣在两千年前 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活着 为神的荣耀活着 为荣耀神活着 而重点是 接受洗礼与基督联合的我们 也是一样 第十一节说 你们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也就是我们入生之后 我们要为神的荣耀活着 为荣耀神活着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多么奇妙 原来洗礼已经使我们出死入生了 想想 当我们从死亡权势被释放 当我们得到一个新的 重新开始的机会 我们是要留恋过往 还是要迎向新生呢 我选择后者 希望你也一样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们的神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主 借着洗礼 我们得以与你联合 我们已经对罪死了 可以不再做罪的奴仆 感谢主 因着洗礼 我们可以与你联合 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 与你一同复活 向神活着 帮助我们把握这样珍贵的机会 不再走旧路 不再回头过罪恶的生活 能就向罪说事 能就做罪的奴仆 而是顺服你 做义的奴仆 活出荣耀你的样式 帮助我们 靠主常有悔改的心 继续走义的道路 结出成圣的果子 凡是为荣耀你而行 这样子祷告不配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愿你有一个蒙福得胜的一天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